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会做什么呢 这个老妇人拿起老伴的遗像紧紧抱在怀里 然后安然入睡 午夜时分她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离开了 对于死亡老奶奶没有丝毫的畏惧 她淡定的为自己的肉身最后一次盖好被子 紧接着一道耀眼的光芒射来 是死神来说个灵魂了 老奶奶拿出照相询问死神是否见过自己的老伴 死神默默的点了点头 老奶奶很是欣慰 然后将手递给了她 跟随着死神一起去往遥远的天堂 眼看就要踏进鬼门关 一双强劲有力的大手突然将老奶奶拽了回来 原来是医生救了她 而另一边被截了胡的死神仍然一脸懵逼 这啥情况 人呐 随后愤怒的来到病床前 一把抽出了老奶奶的灵魂 医生见状表示 小意思 莫慌 只见她熟练的戴上手套 开始了新一轮抢救 于是老奶奶便不停的在生与死的边缘来回徘徊 可是在大战500回合后 双方仍然难分伯仲 医生护士赶忙带着老奶奶开始跑路 死神也毫不示弱的紧随其后 真不愧是业界最良心医生与死神 之后双方又在柜子里躲起了猫猫 阴差阴错下 医生竟抱住了坠落的死神 两人四目相对 这一刻 阿珍爱上了阿强 而另一边 从天而降的老奶奶 则恰好落在了轮椅上 然后缓缓滑下阶梯 开始了精心自己的过山车体验 一番打闹过后 双方人马又回到了手术室 死神终于被惹怒 爸妈咧咧的离开了 老奶奶也在医生的抢救下 重新恢复了活力 可得救了老奶奶 却重重的一拳砸向了医生 因为她根本不想活 最终老奶奶推着医疗器械来到了水房 做了个自我了断 而另一边 死神刚下巴回家 手机就响了 老妇人已过 速速收割灵魂 死神瞬间气得肺都要炸了 这个风趣幽默的小短片告诉我们 你的实力强弱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客户的真正需求是什么 好了 我是女神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评论准发哦